破天荒啊,头一回啊,亮子啊,从这房地上还要十年了 真的就是变样,现在开始都免费了 好点吧,今天给亮子给大家分享的发展值得和小圈门 包括我们咱家现在的楼市,门市盘免费出租 那你也得自自得得开,雷零嘎完了,给大家感受感受啊 五周国际,门市,一缩三,六十八平方米,一共三层啊,安捏了 只需缴纳啊,物业费,供热费,供热费呢,你要缴约就缴,不缴呢,免费出租 毛皮,伤害性不大啊,侮辱性极强,必须打开啊 整个一缩三,这居家都老高了,真毛皮 把这出售宅了吧,你卖不出去,租就得了 老铁王,极为尴尬,五周国际啊,看见没有,这就是牡丹江的楼市 我说实话啊,老铁王,就是现在牡丹江这个楼市啊,通过五周国际这个大门市 大概可以领回到了啊,现在就是,班线不说住宅什么样,没事基本上是免费出租了 大家好啊,东北这经济状况惨不忍睹啊,这个刚才是牡丹江,就是京县,就是街铺,这是免费出租 这是在吴州商城,吴州国际商城,有多家就是街铺,空置啊,业主免费出租 他们的原因为什么免费,就是不想承担这个物业费,还有取暖费 那么在闹市区呢,就一间60平米的商铺呢,年租金现在已经跌到3.5万元人民币 商家就是这个盈利,连物业费跟取暖费都没有覆盖啊,就是支撑不了的话 大家可以看,可见,就是这个消费低迷到了这个何种程度啊,对吧啊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啊,这个东北这黑龙江是首当其冲,我去黑龙江我去过好多次啊 其中就是牡丹江市这个房地产中介,就刚才视频里边这个人啊 他就是介绍,就五州国际商城,他这个街面店铺啊,业主免费出租 他刚才说了,他说这个从事房地产,十年了啊,真是变样啊 现在是开始,就是出租房都免费了啊,门市房,就是免费出租 给大家感受一下啊,五州国际商城这个门市啊 就是一大两小,就是一拖三,他所谓的一拖三就是一个大的,两个小的 68平米,一共是三层楼啊,只需要就是缴纳物业费,供热费啊 这个供热费,你如果要用暖气呢,你就交纳 东北经济形势它开始下行啊,这个已经广为人知了,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嗯,大家就网上这种文章有的是啊,我就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东北经济有多差啊,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黑吉辽啊 其中大省就是辽宁啊,那么今年就是第一季度啊 他这个就是东三省啊,这个就是最大一个省,就是辽宁 辽宁是全国比较大的一个省啊 他的经济GDP出现了负增长,是负的1.3 他是十年以来首次出现的省级GDP的负增长 而且在各省当中,他是店后的 那么二季度就是GDP,就是辽宁干脆就不公布了啊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辽宁这种大省 他都出现就是这种GDP负增长 就可想而言,东北的经济到底有多糟啊 有的人说就是东北啊,老的工业基地 老的这个啊,农业基地啊 中国的第一啊,就是比如说一气啊 还有那个那个,像那红旗,对吧啊 沈飞,哈飞,还有那个那个哈尔滨制药厂 这些大的这个企业,这不都在那个东北 大清油田,这都在东北 你这东北拿了一手好牌 因为资源又这么丰富,对不对 就是你拿的一手好牌 现在打的这样,就连西南地区都不如啊 你说论工业,就是以前啊 日本俄国就留下大量的这个工业基础,城市建设,对吧 啊,东北工业就是基础就按理来说就是非常雄厚的 对吧,你从基础里能根上就特别好 论农业,黑土地,肥沃啊 农业发达,对吧 论资源,你面积大啊,人口少,对不对 矿产资源非常丰富啊 既然就是说这个东北地区优势这么大 为什么现在到现在还发展不起来啊 大家去过哈尔滨没有 去过那个那个斯大林公园没有啊 你看那个斯大林公园 就他那个就是那个地上啊 有一部分他那地上 那个时候他都是日本人拿那个砖头啊 然后铺的那个地 到现在还在用 质量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你想想就是以前就是说他们日本俄国 就是在就是东北投入有多大基础是非常好 怎么就发展不起来呢啊 在东北经济里面啊 国企大概占20%到30 上海的国企就占有比是60% 其实东北国企大部分他都是什么 资源型的企业啊 技术是比较先进 但是利润不高甚至是亏损啊 因为他有很多的重工业啊 还有什么就是那种资源型的企业啊 啊采矿啊啊这些个东西啊 比如说石油对吧 其实煤炭森林钢铁这些东西呢都是亏损的 然后咱们就是再看啊 就是有一些企业啊 东北还有就是少数的技术型国企 比如说啊 极化啊哈电就是一众这些个企业啊 这些属于等于是国家直接管理的利润率低啊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兵工类企业 比如说大连船博就是沈飞哈 这些企业呢 这些东西都跟地方的无关 跟就是他就是坐落那个地方 比如说跟辽宁啊 这哈尔滨的这黑龙江无关 这些都是国家直属企业啊 呃也就是东北重工搞技术 他等于出力啊就出苦 是基本上相当于就是挣钱比较慢 他出苦力的啊 就是这个跟就是你比如说像阿里腾讯 你你跟他们挣钱 就是你根本就比不上啊 呃 黑龙江是全国第一个第一大就是粮食大省 这个是没有错 对吧 呃 但是粮食呢只能说他就是基础啊 你就说你卖粮食可以对吧 利润率也是低 你只能说是基础 你要是想靠粮食发财 你发不了财啊 啊 油田资源咱们再说油田资源 大庆知道吗 大庆油田的利税 他是归国家的 他不是归黑龙江 他他他这个省的 如果是这个大庆油田 他这个利润要归黑龙江 黑龙江是中国的利润的第一大省 我可以保证这个啊 那么现在大庆油油田 他什么单独就是在这个啊 单独的就是政府机构学校医院啊 这个和大黑龙江大庆市就是没有任何关系啊 那么现在大庆市的建设 他是靠黑龙江省波化 还有和当地的利税 财力啊 就是和油田相比就是差距其实很大 还有和类似大庆油田就相类似的 比如说农肯农肯的企业啊 森林工业还有煤炭这些东西啊 这些名义上是东北的企业 但他利税是只属国家的 他不是交给这个就是当地的 比如说给黑龙江啊 辽宁啊 吉林啊 不是的 他这利税直接上交上交国家 跟就东北没有没有任何关系啊 还有一个大家知道 你看啊除了这个就是啊 辽宁啊就是大连呢 吕顺呢啊 他们这这些营口啊这些港口以外 其实吉林黑龙江这些都是属于内陆的省份 交通非常不便 知道吗 你看啊就是大宗商品还有农产品 就是最经济运输的方式就是海运 可是从那黑龙江的到大连港啊 大家觉得距离看似很近对吧 其实哈尔滨到大连的距离 是就是上海到厦门之间的距离大致相等 黑河到大连还有上海到广州的距离距离大致差不多 这有这就导致什么黑龙江吉林还有和国内其他省份就联系较为不便 因为他最最靠北而且是内陆吧 真的你如果从那个地方你要出产什么什么东西 你再拉到港口这边了你的价格竞争率瞬间就瞬间就下降 如果当初就是海参飞就不搁给苏联的话 就是俄罗斯如果不拿走海参飞的话 黑龙江绝对是一个就是经济大省 而且是一个航运大省 为什么海参飞本身他就是一个就是出船口 就是出海口 他在北半球啊 就是最北的一个深水不动港 他是可以停大型的军舰的 这个海参飞啊 是一个非常优质的一个港口 可惜呢现在在在在俄罗斯领土之内 没办法对不对 如果如果黑龙江要是有这个出海出海口的话 那绝对发展绝对是一流的 一个呢就是东北的经济太过依赖于房地产 这个呢跟全国其实都差不多啊 就是现在大陆经济都都是不仅仅是东北的经济 他就是大陆的整个经济都是依赖于房地产 你看看那个各省的GDP对不对 他的房地产占了多大比重对不对 这是全国差不多的啊 但是东北的经济根基他本来就不稳 他实体经济萎缩啊 居民收入低啊 房地产你过着造成的危害也就是就特别突出啊 再有一个就是东北这个自然资源 他现在已经不是经济资源了对吧 大家都知道东北有很多丰富的自然资源 就是矿产森林都很丰富 但是呢你现在就是这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 东北的资源呢在经济上已经基本失去竞争力了 而且现在有很多矿产资源已经就是都已经枯竭了啊 没有办法就是跟这个国际市场上这个供应商来竞争了啊 所以综上所述啊 也许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啊 我可能就是没有提及到 就是这就之所以为什么 就是现在东北这个经济状况 就是现在每况愈下可以用这个惨不忍睹来形容 就像刚才那小伙子 他说这事是伤害性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现在垫付就免费租了 免费出租就算了对吧 哎 这怎么办呢 你现在一大批人下坑一大批人好 然后人口又外流 劳动力外流 而且还有很多 就是东北呢 他比较喜欢就是进这个国有企业 好像总觉得就是什么 哎 进这个国有企业有保障有正统 比较正统一点 反正那东北呢 他的确是有这个概念啊 呃 我为什么就是说 在这段里我绝对没有就是说看不起东北人的意思啊 因为 为什么啊 呃 我们家亲戚啊 大部分都是东北人的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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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段就到这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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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